这个是回旧金山的飞机 这个飞机总共有35排座位 每排有6个 那么可以装210个乘客 这个应该是经济舱吧 加上头等舱的什么的 加一起是不是得有230个呀 差不多 今天是晚点了 在这边沿湖城机场在这等等的 原定是晚上10点20起飞 现在呢是马上到11点了 后来说退迟到11点十分起飞 说是旧金山这边下雷震雨 天气不好 所以一直等着旧金山那边天气情况缓解 现在是阳湖城机场 阳湖城机场也比较大 这个城市也很大 感觉还不错 这个航空公司是三角洲的航空公司 这个飞机它的机翼呢 有点像鲨鱼的尾巴 看它这个机翼 就这个上面一个下边一个是吧 它这个尾巴是开叉的 这个机翼 这个很有特点 觉得它这个还不知道什么原理 这个飞机就比从 科罗拉州大张克森 往阳湖城飞的飞机大多了 那个飞机大约是装七八十个人吧 这个飞机很大 但是没有多少乘客 基本上这个时间好像都没有人 今天是美国时间2019年1月14号 今天是去科罗拉州 给一位朋友做移民面谈的翻译 他申请的是婚姻移民 今天上午在大张克森 Grand Jackson 科罗拉州的大张克森 移民面谈完了 然后从大张克森坐飞机去阳湖城 从阳湖城再转飞机 再回旧金山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飞机的设置 这个飞机还是比较新 比从大张克森回去阳湖城的飞机要新很多 它这个是可以到晚上可以把它拉下来 这样可以夜间休息的时候会好一些 然后这个是它的起飞的时候就要成闭合状态 然后喝水的时候可以把它打开 这样的 这样打开之后 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往后拽一下 是吧 然后不用的时候推一下 然后再这样的就给它合上了 应该还有电视屏幕 然后这边应该好像是USB充电口 这边是查尔机的好像是 然后这个上面这个灯呢 大体是上面写着 这个救生马甲在你的座位底下 固定袋 做好之后就要去 去把这个袋 固定袋固定好 座位底下有这个救生马甲吗 到底是 看不到 看不到 摸一下 应该是有是吧 他有一个 有个这样袋 对 应该是有 对 应该是有 但是我没有弄他明白怎么把这个救生马甲拿 救生马甲拿出来 我比较笨嘛 我是比较笨的一个人 所以反正大体就这样吧 这个行李呢 我是放在了双肩杯 我是放在了我的脚这个地方 也可以放在这个上边 放在这个行李箱里 放在脚下吧 反正也习惯了 也行吧 这个上边大体上就是这些 调 这个灯的是吧 这个灯可以关它 然后呢 这个 这会弄不太明白 这调风向的吧 是吧 调风向的可能是 对大体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啊 然后这个座位带的这个地方显示着 把这个座位带这样 要把这个行李 这个安全带给扣上啊 这样显示的 大体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啊 这个飞机比较新啊 我比较喜欢这个飞机啊 比较新 然后布局也是很 很好看的一个布局 能坐200多个乘客 还是挺不错的啊 大体就是介绍这么多情况 现在飞机在等待起飞的 这个指令啊 现在还在等着 预定呢 是11点 十分起飞啊 现在呢 反正 就得等着 等一下看啊 我到了 科罗拉州的大张克森之后 发现那里的时间 比 比旧金山 差一个小时 比如说旧金山是 上午11点 那里就是上午 上午12点啊 就是比旧金山要早 快一个小时啊 快一个小时啊 所以现在就是 阳湖城 机场 这么一个情况 嗯 好了 再见了 大体就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就准备一会儿 飞机起飞 就准备在旧金山 下飞机 回到我那个凌乱的小屋 这边没有什么乘客啊 200多人的载客量 但是现在基本上 是没有零零散散啊 很少的一些乘客 非常少的乘客 所以说感觉你看 基本上很多座位 都是空的啊 只有靠床后的 那里座位坐着人啊 就是这样 好了 再见了 再见 再见 再见